金刚铠甲 这是铠甲勇士行天当中登场的三套主角铠甲之一 在天地人三才当中隶属于人之属性 原本在他最初所诞生的炎心之上 他也是跟在行天铠甲身边的斧将铠甲 只不过伴随着炎帝的落败之后 当路法攻破炎心之时 这金刚铠甲便是也跟其他的三件铠甲一起 落入了阿瑞斯星球的手中 而在经历了阿瑞斯星球的一番改造并且是量产了之后 这金刚铠甲便是终于成为了我们在剧中所看到的模样了 而他所使用的召唤器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手柄的模样了 在剧情的设定当中 这金刚铠甲有着土黄色的外观 同时这套铠甲也是三套主角铠甲当中看起来最为厚重的一套 毕竟这玩意儿可是有着50公斤的重量啊 如此一来的话 这金刚铠甲便也是有了三套铠甲当中最为强大的力量和防御力了 而且或许是为了支撑这套重量级铠甲吧 因此这位也必须是耐力属性值最高的那一个 直接就是达到了900点的程度吧 不过呢正所谓凯无完凯嘛 这金刚铠甲在属性设置方面也是有着较大的缺陷的 那就是这位的速度那可是相当之拉垮的呀 白米成绩就仅有10秒钟而已 虽说小卡五肯定是跑不了那么快的就是了 但是我相信在评论区里肯定有不少大神能够吊打他一蹲吗 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术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在实际的战斗过程当中 这金刚铠甲在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自己的拳头进行交战 在徒手施展金刚拳金刚臂的过程当中 不少初期登场的低阶优弥魔都是为他打的是不要不要的 要是施展出威力更加强大的金刚山海拳以及金刚天地拳的时候 就算是队长级别的优弥魔也是逃不到任何的好处啊 至于说在释放必杀技时所使用的这一招罗汉碎魔拳 则是达到了拳头攻击的顶峰力啊 当然了 施展技能的威力也要跟使用者的异能强度有关系 虽说在战斗的过程当中 这金刚铠甲在多数的时候都是使用自己的拳头 但是这位也是有着数量众多的武器装备的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盘盘他的所有的装备吧 爆雷钻 这是一件长得像电钻一样的装备 不过跟一般的钻头相比较的话 这个家伙不仅是有着两个钻头的配置 同时连这个体型也是大的多啊 一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 金刚铠甲也是拿它在敌人的身上乱捅一头 并且呢是往往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 而在施展必杀术的过程当中 这爆雷钻也是施展魂元钻法的必要一环啊 爆雷炮 这是在爆雷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种形态切换 看样子貌似就是把钻头收进去之后 再露出其中所隐藏的巨大炮管嘛 直接就是从近战转换成了远程输出 而且这爆雷炮在开火的时候 其所发射出来的弹药竟然还是螺旋装的 而这一点在施展必杀术的过程当中 用其所释放的这一招金刚混沌波 则是更为的明显啊 爆裂拳 这是为了能够提升金刚铠甲的拳头攻击 所附加的装备 其外表呢就是一个庞大的拳套啦 不过这登场的频率倒是没有多高就是了 估计也是觉得它的气势不够足吧 雷刚爆锤 哎这个家伙大概就是少有的重型装备了吧 如此之大的锤子就算不使用技能的话 我想也能够一锤子赶翻幽冥魔了吧 而当用它释放出雷爆机的时候 这从天而降的锤子更是带走了不少的幽冥魔战士啊 就问你们的脑袋到底疼不疼呢 雷刚爆斧 我想作为金刚铠甲所携带的最强武器 这雷刚爆斧应该就是雷刚爆锤的pro版本了吧 毕竟其主体呢还是得到了沿用的 仅仅就是在其上方新增了一把巨大的斧子而已嘛 不过也正是这一个小小的改变 倒是让金刚铠甲的力量得到了更好的施展 毕竟现在可不仅仅是能够垂扁对手啦 同时还能够利用这斧子将对手给一分为二嘛 尤其是在它施展出了金刚轰雷机之后 除了那几个少数的巅峰强者之外 大概率也没有几个人能够硬扛得住吧 另外呢跟先前分享过的飞影铠甲一样 这金刚铠甲也有属于自己的专属作家爆雷狙 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为啥是绿油油的 但是由于其中装备了阿瑞斯G6000超高频雷达 外加本身的行动速度较慢的缘故 因此在这个团队当中呢 他所承担的角色就是搜索型穿梭艇啦 替队友收集战斗数据就是他最大的职责啊 好的说完了金刚铠甲的配置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以各位召唤人的脉络 来一起聊一聊这套铠甲的铠生吧 不过由于这严新战士并没有实际登场的缘故 因此这里就不错盘点了哈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波金刚铠甲召唤人 游民军团 赤民分队 酷粉丝 众所周知啊 这金刚铠甲在阿瑞斯星球上就是一套量产铠甲 因此作为陆法麾下的禁卫军成员 这以力量属性为主的赤民分队 便是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啦 虽然说不太可能是人手一套 但是这队长跟副队长的话 显然是一定会有的 只是稍微有点可惜的是 由于在剧情开始的时候 这被冠上了莫须有罪名的陆法 就已经是被判处了罪名的缘故 所以他手下的战士们 也是因此受到了连带的处罚 并且是被剥夺了铠甲的召唤权限啊 直到这些优民魔们被封印了一千年之后 当这位赤民分队的队长 被自己的老大给坑得惨兮兮了之后 不明真相的酷粉丝 这才是从陆法这里取得了铠甲的召唤权限 终于是时隔了数千年之后 再一次的合体成为了金刚铠甲呀 也就是在这套铠甲的加持之下 这酷粉丝呢 便是用他先后的击败了八路合体的飞影铠甲 以及灰民分队的副队长沙兵 尤其是这个沙兵啊 竟然是先后两次都被酷粉丝的金刚铠甲给解决掉了 或许直到大结局之前吧 这三位主角团应该都不知道 有这么只优民魔的存在吧 当然了 也就是因为他干掉了沙兵的缘故 这被激怒的乔舍费 便是将酷粉丝给打得退出了合体的状态 看来这乔舍费是比酷粉丝强上很多哟 即便是他有铠甲加持 也没有啥用哦 直到为了能够救下一个 跟自己的女朋友长得很像的女孩子时 当时想法还没有那么偏激的酷粉丝 便是将召唤器还给了小刚 而这也是铠甲勇士行天当中的一大特色了 那就是召唤人与自己的铠甲召唤器 分分合合了很多次啊 就算后期酷粉丝再次的拿到了金刚铠甲的召唤器 但也是没多久就被主角团给拿了回去 不过呢 这一流程 我总感觉很像是某部数字假面骑士里的桥段呢 可不敢胡说啊 第二波召唤人 阿瑞斯巡逻队 3066 原本这位其实也是酷粉丝的手下 只不过并没有跟陆法他们一起叛逃阿瑞斯罢了 并且呢 当他们是终于发现了陆法的阴谋之后 当即就是来到了地球上对陆法大军进行了阻拦 所以说在人数方面 优秘魔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的 但是由于这些优秘魔们 在上一年是刚刚打完了火奴王的老家的缘故 因此在这元气大伤 坏家仅仅只是血肉之躯的情况下 3066也基本上是占据到了上风啊 不仅是徒手消灭掉了一个又一个的优秘魔战士 最后在以普通形态召唤出了王大锤之后 这3066竟然是一击就秒掉了一群的优秘魔啊 你说说你们 哪有人作战的时候是排成一排的呢 当然了 这种优势呢 在面对队长级别的优秘魔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太够看的 主要是因为这铠甲的能量 也已经被消耗的七七八八了嘛 因此呢 没过多久 他便是被酷粉丝给打得节节败退了 要不是中途阿弥修自己又上来松了一把的话 估计这3066在这里就要交代了吧 不过呢 也正是由于阿弥修的人词 这倒是给了铠甲小盾们绝地反击的机会 在三人联手施展出了阿瑞斯毁灭术之后 对面的三个优秘魔队长便是纷纷原地下限去咯 而在施展了这一招同归于尽的技能之后 这3066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当他量了之后 他所拥有的金刚铠甲召唤器 便是经由这三大家族的祖先 一代代的流传到了现代啊 第三波召唤人 吴刚 这位呢就是本剧当中的金刚铠甲主要召唤人了 在人物的设定当中 擅长高等数学且热爱游戏的吴刚 显然就是一个标准的宅男了嘛 虽然在游戏比赛过程当中是显得自信满满 可但凡要是女孩子接近他的话 甚至会让他直接敏感到晕倒啊 而且除了惧怕异性这一点之外 小刚跟飞影铠甲的召唤人小飞之间的关系 那也是很紧张啊 基本上就是那种见了面就要吵架的程度 而且在各种误会当中 两人还会此时多次的大打出手啊 而在初次的登场过程当中 小刚为了苦练新出的游戏进行闭关训练的时候 他竟然是直接放弃了铠甲召唤啊 随便编造了一个理由之后 便是躲在了房间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不靠谱的主角了 说真的 整部铠甲勇士行天当中 小卡我最羡慕的人也就是他了 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 他并没有小飞家那么的土豪 但是看看这位的房间吧 这满墙的手办模型显然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毕竟常言说的好 宅男一面墙 北上广深一套房啊 而且放到现在来看的话 这其中很多都是已经买不到的绝版天价玩意儿了 要是双赞加能够看到这条视频的话 请你们务必再摆一波好吗 虽说这个金刚铠甲在人物的设定上 是稍微的活泼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在战斗的过程当中 即便这无钢的异能是没有多强 可是依靠这厚重的金刚铠甲 他也能够以防守反击的架势击败众多的对手 嗯 这具体的战绩嘛 我在别的视频里面已经都讲过了 因此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哈 只是有点尴尬的是 这位也是三位主角当中 铠甲召唤器丢失频率最高的一个 而且这丢失的方式还都是五花八门 像什么打赌输掉了呀 比赛输掉了呀 被骗了呀等等等等 与这相比的话 这被优弥魔硬抢的时候 反倒是显得有些普通了嘛 不过身为主角的他 每每总是能够以各种方式拿回召唤器 并且在这三套铠甲当中 他也是最为轻松的 就将金刚铠甲给升级成为了爆裂金刚 在这一形态下 这金刚铠甲不仅是在颜值方面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连他的重量也是增加了10公斤的程度 如此一来呢 在力量属性跟防御属性值 都得到了提升的情况下 搭配上这高达2000点的耐力值 更是让他如虎添衣啊 也正是在这一套铠甲的辅助之下 小刚呢 也是得以一路过关斩将的 打到了大结局啊 另外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铠甲勇士裂铠当中 其实也有第四波使用金刚铠甲的阿卫斯战士 但是奈何这位的实力不尽 运气也不太行 在追击考拉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已经是草草的下先去了 因此呢 连露连的机会也是没有拿到啊 不过也好 至少是不需要向我们展示 如此惨烈的战斗力啊 好的 以上就是历代金刚铠甲召唤人的故事啦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 是喜欢这套铠甲的呢 记得在留言区举个手让我看到哦 下期还是我们的英雄大百科时间 主角的话就是这一位啦 喜欢他的小伙伴 可千万不要错过咯 我是BOSS投资小卡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